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克斯 昨天睡覺呢,有點小小落轉 今天胳膊特別痛,所以啊 在拍攝的任務當中呢,就出現了點小小的問題 跟大家說一下我今天來這裡是幹什麼的 因為在我住的窗外呢 青山 綠水 美景 而我的任務呢 是在這邊把我的生活拍下來 對,沒錯,這是我 這次來雲南的其中 一個 一個小小的任務 但是呢,雲南這個地方實在是太美了 有太多地方要去 可以看到我這邊是山區 山區的話就 路上就很顛簸 如果說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呢 如果只是用一個普通的 手持的話 基本上是沒戲的,因為真的是很陡 陡到你會吐 所以呢,為了拍攝方面呢 我帶了超級大的 相機穩定器 我剛才說呢,我的胳膊落枕 其實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 拿這個拿太久 所以就特別累 而現在呢,終於可以休息片刻 在此時此刻呢,我真想帶大家 感受一下我住的這個 民宿 或者說是 民宅 或者說,大家看就知道 但是呢,我不想用這個相機太累了 我決定呢,用以下兩種裝備 相機呢,我決定用 我的iPhone X 雲台呢,我決定用 大將 Osmo Mobile 這個是銀色款 銀色配銀色 工作不會累 看看我的地方吧,Let's go 這就是我淋亂的房間 但沒關係,我們出門看一下我住的地方 噢,燈光有點昏暗不要介意 OK,卡在 卡在,漂亮 從我的門口出來之後呢 這是一個會客廳 嘿嘿 當然會客廳啊 其實說實話就是 冰客之間在這邊閒聊的時候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呢,是一個房間 可以看到呢,我住的是101 但旁邊有102 還有103 當然啊 然後我們沿著走廊走 還有這邊105還有106 說完之後呢 走廊是比較長的 但沒關係,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呢 是一個廁所 看廁所這個牆面 真的是富麗堂皇 大理石板 吊光反光 當然還有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是 大廂DJI OSMO MOBILE 配合我的手機 還挺好用的 嗯 然後繼續 我們從廁所出來之後呢 旁邊一個小小的花園 小小的花園 但是呢 小小的花園可以看到裡面 誒 有亮光 我們進去看看 然後往這邊走呢 就到了這個酒店 或者說這個民宿的前台 前台上面放了很多 拍攝的東西 而且當然是我們 社員愛好者 這是門外 我們到門外 看一下 出了門之後呢 就是我們所住的居住環境 你可以看到 這邊呢 離雲呢 是相當的近的 是因為我們在山 海拔相當的高 相當相當的高 沒錯 在室外景呢 也是非常非常迷人的 就像現在我走的這條路呢 其實就是 這個建築物的旁邊 往前走呢 就可以看到 早上起來 站在這裡 是可以 朗誦詩歌的 或者大喊都沒人管你 因為這個地方 實在特別的空曠 雖然說這個整個地方呢 還在這個建設當中 但是已經 雛行已經出現了 它是對面的這個樣子 看一下 沒錯 這就是我對面的風景 嘿 青山 藍天 白雲 樹葉 還有電線桿 沒錯 剛剛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路面呢 已經用這個石塊 已經鋪好了 所以走起來呢 也是相當的容易 我們進屋看一下 跑了兩步 據說他們在做飯 進了房間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呢就是我們這個 會客廳 會客廳有很多人在這邊 還有小孩子 這邊呢就是餐廳 多工程庭 多工程庭 不僅有餐廳 前面還有娛樂的地方 旁邊呢是貼進這個 靠窗的這個雅座 可以看 在如果在這邊吃飯的話 什麼樣的感覺 這邊還有娛樂間啊 當然是分離出來的 就是環遊系的 環遊系的 還有這個 超高檔的這個音響系統 這個音響已經比我高了 真的比我高 這邊呢放了很多瓷器 茶具等等 還有這樣的 巧克力 可以吃嗎 咖啡 然後這邊呢 再準備晚餐 這個我就說了 然後我們去看看廚房外面 好 好了 這一樓呢除了會客廳之外 還有二樓 沒錯 這是一個富士的一個公寓 我們去二樓這邊 哦 到二樓呢突然間明朗了很多 因為這個是一個帶天窗的結構 可以看到二樓呢一進來之後 這視野呢是相當的寬闊的 在這邊呢直接可以看到外面 當然這邊有雜物件啊 這個不用管 同樣呢二樓有 也有幾個房間 比如說這邊有個207 208 不用興趣了 然後這邊呢是洗衣間 我的衣服呢已經洗好在這邊掛著 這邊沒有烘乾肌啊 所以只能等天光啊 等太陽光照射下來 這應該洗乾淨 然後把它洗乾淨 好繼續行走 這是一個儲藏室 然後這邊能出來 出來之後呢可以看到這邊還有兩個房間 這個房間呢 就相當於一樓的二樓版 也是風景要比一樓好得多 因為它畢竟地勢比較高 然後依舊出來之後有一個地方可以坐下來 客人與客人之間在這邊聊聊天 繼續來給大家看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個樓頂 這個樓頂呢 我當時來了之後 有點讓我流連忘返 各位觀眾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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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 就觉得这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要着急 往左边看 往这边走之后呢 可以上到一个 这台街呢 旁边也是一个四面都是玻璃的一个小房间 可以看到我吧 然后在这边 这个地势就非常高调了 风景迷人 我的天哪 太迷人了 而且现在已经夕阳夕下了 所以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 很阴郁是不是 但没关系 来天的时候特别棒 我们到前面这个小房子看一看 这边属于未来的一个 比较VIP的一个room 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相对 相对于那边来说呢 要大很多 然后这边的景就无敌了 真的是无敌 直接看到碧水 到那边呢 还有一二三间这样的小茶室 我们可以享受一下这种一边品着茶一边仰望着天空这种感觉 哈哈哈哈 很不错 然后我们要下楼了 因为实在太冷了 可以看到呢 这个建筑 四通八达 当然还有美丽的灯 这个灯呢 还没有亮 但亮起来之后呢 特别漂亮 好了 我们就要回归到我的房间之前呢 看到这边 其实是有鱼的哦 一条美丽的小鱼 一条美丽的小鱼 把前方 这个小皮射过来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哎,我的卡呢 大家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特别棒 但是呢,这里要简单的强调一下 住哪里没关系 关键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跟大家分享起来 如果你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 记得分享一下 OK,我去走一下 今天呢,在拍摄完之后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胳膊不是很酸痛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用这样的相机 这样的云台来讲 DJ Osmo 加上一款手机 适合太多人用了 太好用了,太方便了 所以 这是我必备的云台 永远会放在书包里 就像这样 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